模擬一個情況 將來假設你到業界去工作 就是你開始上班的時候 其實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老闆會丟一些問題 請你去做 去做整理 去做統計分析 那你假如說你不會用對的方法來做的話 當然你會很浪費時間 當然一般的狀況 其實你老闆應該會很希望說 將來一個事情 你越快給我處理好 當然越好 你不要給我拖半天 然後還做不出來 那這很慘 他最希望看到什麼呢 也許最希望看到類似我剛剛講的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長 就是你直接告訴我圖就好了 我想知道答案你告訴我就可以 其他細節你不用告訴我 因為我不知道也沒關係 比如說你告訴我一下 目前台電耗電量用電量最高的是哪幾個縣市 告訴我排名前五個好了 OK 不過理論上應該就是 就是那些想得到的 可是你也許可以先猜 但是猜的結果跟實際上發生的有沒有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你可以再去追究 是不是有哪個地方 就是說他們是不是背後有 比如說我可能想說應該足科 所以會不會是新竹市、新竹縣 大概新竹市 新竹市應該耗電量最大 可是看起來好像新竹市、新竹縣好像有 但是也沒想像中這麼多 所以之前一直說台積電或者是聯電等等的半導體廠用很多 看起來好像沒那麼多 那再來你可能要想說 可能他是不是有在別的縣市去設分工 分廠 有沒有 地級廠 那哪一些呢 像什麼台中、台南 對 南科有沒有 中科 高雄好像最近也設立了 桃園 可是桃園好像沒有聽說有半導體 那為什麼也這麼耗電 是不是有其他的工業、其他的產業 那這個當然你背後 如果有興趣可以再去追究原因 可是要怎麼做 第一個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請各位可以找開放資料 那找應該可以找得到 或者如果你實在找不到 我這邊雲端上其實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找開放資料 然後或者是這邊有個台電的這一個 那這邊有個連結 你點進去一樣 也會點到我剛剛的那個連結 那我只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將來要找資料 我的習慣會先找哪裡 就開放資料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全部資料 那全部資料它有分類 包含中央政府 如果你對中央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 這邊有這麼多 那每個縣市它都有開放一些資料 那所謂的開放資料 它對應就開放政府 所以開放政府說 有些資料沒有個資問題 沒有隱私問題 它會讓你知道 然後你自己去找答案 我不怕讓你知道說 有些資料 我就不讓你知道 OK 我就是你如果想知道 你就是找原始資料 然後分析結果 當然呢 這個是最直接的 那理論當然因為 目前政府越來開放 所以你自己找 其中的話 我是針對什麼 它還有主題 譬如說政府的預算 有沒有 然後支出等等的這些都 服務項目 它還有分公共資訊 生活安全 不過好像最多是 有興趣好像投資理財 然後有一千多種 然後 那我剛剛找的是這個答案格式 這個格式為什麼會用CSV 跟各位講就是CSV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 一次有直接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好處在這裡 那其他 你說其他可不可以 其他 也可以 但是 需要用一些方法來做 OK 所以 我們今天練習 當然你們做完這個練習之後 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來試試看 那我當然會想說 幾個重點 第一個 找到你想要知道的資料 第二個 把資料做一些簡單的統計分析 那這個背後會需要用到樞紐分析表 不用寫程式 OK 那再來的話 就把它繪製圖表 那當然我講過了 其實你們也不用弄得太複雜 反正只要是 比例部分的話 100% 然後怎麼分割 你用圓形圖 如果是數量的話 你用直條圖 那如果說 有時間為AXO 然後它有資料高低高低 像股票啦 有沒有 或者是匯率 你用折線圖 OK 大概主要這三個就很夠用了 那這主要的好處就是說 你如果直接看數字 你應該看得很頭一腦這樣 它是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你畫成圖 視覺畫 或者叫圖像畫 人家就可以很直覺的 看懂這背後的意義 所以如果 像現在很多公司行號的老闆 最喜歡你會畫圖 OK 我不是說笑弄畫 是說畫這種圖 為什麼 因為它如果有這些訊息 它要管理公司 就很簡單的 比如它每個產品 銷售狀況 然後銷售 哪些銷售業務人員賣出去的 然後各在哪些縣市賣得最好 諸如此類的消息 那個訊息 如果可以通通繪製成圖表的話 那老闆管理公司就簡單了 那現在有一個比較常用的名詞 就是所謂的儀表 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儀表版 也就是類似 把所有的數字 用類似儀表版 就像你開車一樣 如果假設開車的時候沒有儀表版 那你會 應該很多訊息 你會不會把它掌握 OK 類似的概念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把資料做統計分析 第三個 繪製成圖表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那只是說 第一個我要怎麼取得資料 那我就找CSV裡面的排序 因為有時候你 資料這麼多 你怎麼找到你想要找的 要不你就輸入關鍵字 比如說之前好像我上課 比如說大家對那個治安有興趣 也許就輸入什麼 竊道 有沒有 或者住宅竊道 哪邊的容易招小偷 那我們這個 我是按照排序 排序的話是由下載次數多的到少的 點一下 然後它會重新跑一下 找到這邊有一個是 這個油地區號 OK 這一個 那當然它有很多年度 那不然的話 我們乾脆就用去年的 這個 所以你點一下 這個CSV 它檔案就下載下來 所以檔案其實就在這裡 我們就沒有練習檔 直接點開 好 那這邊就有一個 那我們如果直接呢 利用ECO開啟的話 它就直接開起來長這樣 OK 那第一件事情 我習慣上是這樣 因為它的藍的寬度 像這個好像會變成什麼 什麼 1加 顯然是寬度不夠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選 A藍到I藍 選完之後呢 在這個幾個藍的中間這條線 快點兩下 然後呢 它可能會卡一下下 它這個時候就會自動調難寬 有沒有 應該知道的意思 就是這個 選完A到I 快點兩下 這個方法一 但你想說 老師 那有沒有別的方法 比較簡單 其實或者是常用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常用裡面 有一個就是叫做 格式 格式裡面也有一個叫什麼 自動調整難寬 有沒有 其實 這個方法 跟剛剛的方法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剛剛那個方法是 在選完之後 在這個 選的任何一條線上 快點兩下左鍵 就等同於 常用裡面的格式的自動調難寬 當然如果你 你不太會這樣點兩下的話 你這邊也可以 自動調難寬 好 我的習慣是先把那個難寬 先調整到一致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大概就分成 總共A欄到I欄 有沒有 就這些 那當然呢 它其實提供的資料裡面 我們會用到的 其實主要應該是 哪個行政區 跟它的什麼呢 跟它的用電量 所以其實應該是這個 這個累積的是它 1到12又一直累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需要 應該是這個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D欄跟H欄 這兩個欄是最需要 其他欄目前沒有也沒關係 OK 那只是會有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統計 統計什麼呢 哪一區 它好像都是用行政區 可是呢 我最後呢 我是希望說 它是統計的是哪個縣市 那有個問題 哪個區跟哪個縣市 有什麼關係呢 那當然呢 我們會需要另外一個欄位 就是縣市的欄位 有沒有 所以這邊可能按右鍵插入 你可以先選一欄 右鍵插入 這邊的話需要多一個叫縣市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一個縣市的話 你要統計會有問題 會變成統計出來就哪一區 當然你如果假設你這個不加 你其實已經可以直接拿 它來做樞紐分析 那所謂的樞紐分析 我給各位 就是第一個 當然 你就找到上面有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樞紐分析表 其實用法很簡單 就是說 你要統計的是哪一個欄位的資料 它的耗電量多少 請你幫我全部加總在一起 然後用表格的形態呈現出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那怎麼做 其實那個步驟 只要你熟悉 應該就做得出來 我大概做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 我們剛剛第一步是先把它欄寬調整一下 第二步的話 請你找到插入樞紐分析 油表只要放在其中就可以了 它會自己問你說 是不是這個整個範圍 應該沒錯 虛線就是整個範圍 沒錯 按確定 再來的話 我如果要統計說哪個行政區 所以你可以把行政區拖拉到列 有沒有 這邊會顯示出來 然後 它的耗電量 耗電量是這個 叫做什麼呢 受電度的每個月到底多少 你把它拖拉到值 值的話呢 其實就是幫我加總 你會發現它就幫我加總出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到底哪一個區最多 不過目前只能去統計區 其實如果你假設要把最多的排在上面 少的排在下面的話 其實還有個方法 你油表放在B4上 然後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排序的話是Z到A Z指的是大的 A指的是小的 OK你就直接把它點一下 有不要放B4 Z到A一下 那你就可以看出來 到底哪一區 不過目前只能看到區 那現在就會馬上顯示出來 哇 最多的就顯示出來 哪一區呢 新竹市 OK 所以新竹市 為什麼會耗電量最高 因為竹科就在那邊 OK 然後顯示 其他還有哪一些區 你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先玩玩看 另外我的習慣是 像這個數字 通常會用千分未斧 這邊有個千分 在這裡 痘點這個 然後它會多兩個小數點把它去掉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用電的度數是多少 總共是多少度 百萬千萬 一十億百億 千億 八千三百多億度 那不知道各位知道度是什麼概念嗎 度的話 我自己Google一下 一度電等於一千瓦 那一千瓦什麼概念 這個如果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Google一下都會有答案的 一千瓦 就像說你充手機 大概充一個小時 耗多少 注電 你可以算一下 甚至延伸學習說 家裡哪一些裝置最耗電 到底耗多少電 這概念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可能因為你們 好沒關係 反正 重點就在用電上面 那我們主要 是希望統計 到底哪一個縣市最耗電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只有區 沒有縣市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會需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原來的資料裡面 再多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縣市 OK 這邊的話 再加一個縣市 但問題縣市怎麼做 這個其實難度就最高了 試一下 好嗎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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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